星雷张维平 造物无言却有情 美于寒静绝春生 千红万子安排者 只等星雷第一声 时节的变化造物主从来就不说一声 但却很有情意 每每到了寒冬腊月 人们冷不可耐时 就会感觉春天不远了 万子千红的春天已经开始孕育 就等待第一声春雷的到来 路由有山城水赴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于千有春风来不远 只在乌冬头 英国诗人雪来有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他们无不表达对春天 对美好事物的期待 让人在寒冷忧郁彷徨的时候 看到春天 看到欢心 看到希望 最后一句诗 只待心雷第一声 让你好像听到 隆隆的春雷声 万子千红的春天 就在眼前呢 心雷 张维平 造物无言 却有情 美与寒冷忧郁彷徨声 千红万子安排卓 只待心雷第一声 雷 张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